強哥當年2013年 這個馬王政爭的時期的時候 確實他在馬身邊 他其實跟另外一位 在美國的先生搞不好 美國先生對於他在馬王政爭裡面 做很多事情是不認同的 所以羅志強必須 當時必須找一些盟友 周一寇那時候 可能對他釋出了橄欖枝 被他視為盟友 但是周一寇在當時 也已經沒有狠壓 羅志強這一邊了 所以馬王政爭第一個下台的 就是羅志強 然後看起來 看他羅志強先涼掉了 都會對他落井下石 就開始打他 我先踩你啊 我還先不打馬 我先打你羅志強 因為你看起來是最涼的那一個 所以是這樣子 所以說什麼 好像變成一個什麼勵志的故事 我個人是認為 我想知道 你說還有誰也是這樣 你不是說有很多人 都跟這個周女士一樣嗎 這個不好講 你看這個邀請他來上節目 最對的時候 我就跟你擠眼睛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來報名字 一直報一直講 然後剛剛巧欣講的那個官司 對中天的官司 後來還有後續 你記得嗎 他在2017年講 2018年道歉 你還在啊 道歉 2018年道歉 我還在啊 然後呢 然後2020年的時候 那時候中天又快涼掉了 又快涼了的時候 他又拿出來講 你明明就已經道過歉的 道過歉是你又拿出來講 什麼中共心戰工具啊 統戰的什麼在台基地啊 什麼講的也有是這樣的 然後你還記得那時候 然後現在友台 文悅啊 當時不是跑去他的那個 醒無大樓樓下去問他 對對對 然後被他嗆啊 對 嗆了啪啦啪啦 嗆了一大便 然後他也不肯回應 然後你說你 你這官司拜訴 你公開道過歉 你居然再講一次 你要不要臉活講 陳文悅不敢講 結果後來這件事情 還有案外案啊 就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那時候畢竟好不好 我也是雖然我那時候 不在中天了 我也是易永軍 我也是看了覺得說 當時畢竟我偉在中天啊 我雖然那時候不在 之前你都在啊 1718我都在 161718我都在 然後我也是統戰了 什麼前線基地的 什麼特派員之類的 然後我就罵他 我就罵他 你整天造謠 官司每一件贏的 你根本就新聞支持 趕快滾出這個新聞圈 然後結果很快的 我留言不見了 我後來人家知道 你去他的臉書上留言喔 對 我後來知道 大家注意喔 他的手法是什麼 你千萬小心 你的用字遣詞 然後他呢 會把你先把 先把你隱藏 或是把你 或是把你 把你封鎖 那留言會留著 他就會拿這個去報案 他要告你 跟王瑞德學的吧 就是這一套 專門都來這一套 結果呢 後來我就是 我後來忘記這件事情了 結果某一天 這個之前新聞也有寫過 又接到警察的電話 等一下電話就說 那有一個什麼傳票 麻煩你來道案一下 什麼什麼 然後問了 老大年就這個案子 然後我說他是周一寇之後 我想說我到底講什麼 然後他還告訴我 因為我根本就忘了 然後我就說好 OK於是我就上網去準備了大法官 吳根大法官 當年曾經有個判例 針對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 然後言論自由市場呢 就是就是 妨害名譽這樣子的一個罪名 他在他應該符合言論自由的原則 憲法保障言論自由 那所以呢 這可以拆解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事實的部分 一個就是報 就是你說一句話 這些事實 王瑞德學是男孩女的 單身廣是男孩女的 現在也許大家對性別 又是有不同的看法 但不管怎麼樣 就這種事情是事實 但是呢 我覺得王後正 我覺得單身廣 這個人怎麼樣 那是我的言論 那是我的言論 那是我的意見 當然人這個部分 好像重新舉個例子好了 太陽從東邊出來 跟西邊出來 是事實 那你講錯就有問題 但是呢 你覺得今天太陽 今天的夕陽 哇特別美 比昨天美 那就是你的言論 你的意見 你的主觀 所以呢新聞之恥這件事情呢 基本上你是不是一個恥辱 你是不是很可笑 他應該要獲得 最大程度的保障 也就是呢 他是一個意見 他是一個意見 然後他是一個 是一個分析 是一個主觀上面的感受 他應該受保障 但如果你說 你做的都是假新聞 這樣可能就不行 對 但是為了證明那句話 我花了大概兩天的時間 去整理了剛剛巧欣念的 比他還要多 我帶了這麼厚一點 所有新聞上面 對他敗訴的判例 從他當年在造謠 連戰家在買房子 跟溫生一起被告 然後溫生道歉 他不道歉 然後就開始講 然後那時候我去做筆錄的時候 警察一開始在那邊跟我 就是態度也就冷冷的 他可能覺得這種案子多了嘛 然後他就講說 你這個為什麼要這麼講啊 你講了什麼啊 你當時在為什麼要這麼想啊 什麼什麼的 就問了一些外人 問完之後 他說喔好啦 那有沒有要補充的 我說有 就把他一點拿出來 一拿出來我開始念 200幾年 怎樣周一寇講什麼什麼 周二零零幾年 周一寇講什麼什麼東西 二零零幾年周一寇講什麼東西 敗訴 講什麼什麼 敗訴 講什麼什麼 敗訴 敗訴 這我想要用這個部分 然後麻煩這個 原警幫我 K 然後這就是我之所以說他 官司敗訴一箩筐的根據 然後再來我又念了那個 大法官的那個 然後那個警察也蠻可憐的 他本來就是這樣 後來就 後來就 後來就說 我幫你打好不好 這樣K了半天 可以隱蔭當附件附在後面嗎 然後總之後來就是 把他用分 其實也是高人指點 就是這個 沒有經過同意 我先不講他名字 他就告訴我說 你對付他 就這樣子 他可能也沒那麼多時間 跟你打官司 他覺得他也嚇倒你 你就不要讓他嚇倒 你就準備好去跟他講 然後這個官司 後來到最後就不了 只過大半年 他那天撤告了啦 對他就撤告啦 他就記了一個 記了一個撤 我就知道一個不起訴書 然後呢不起訴我想說 你最好傳我去法院 跟法官在那邊 沒有 後來是因為他撤稿 所以檢察官就不起訴 這是案案 其實你還可以 稍微再用一個 因為當年邱毅曾經講過 那個管碧玲說 我就覺得你長得很醜 結果管碧玲 管碧玲就哭啊 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說這個讓我什麼 睡覺睡不著怎樣 我心裡受到嚴重創傷 就告邱毅 結果不起訴啊 就是你的意見嘛 每一首是每天的主觀意見嘛 對啊 對啊 這個很精彩 那這個 好了 我要先跟我們 我們十點之後 很多新見的觀眾朋友 我要先跟大家這個講一下 就是我們這集 不是討論之後預扣啦 大家千萬不要誤會 我們只是講到說 羅志強的部分 那現在呢 這個邱毅也講到說 這個羅志強曾經在政壇 死過一次啦 那死了以後重生 那為什麼可以死 為什麼會死 為什麼會重生 都是因為 周女士 都是因為周女士 周遇寇的關係 讓他死了 但也因為周女士 讓他死了 讓他重生 然後讓他 這個有現在的韌性 剛剛小星人說 就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 那就變成了 現在的羅志強 甚至蓄積能量 有人覺得他400公里的苦行之後 會不會去參選高雄市長 那我要補充一下 我個人並不贊同 我跟巧欣的意見比較接近 我個人並不贊同這個 羅志強去選高雄市長 我覺得桃園市長比較需要 但是我們一個不太不盡相同 第一個 我覺得高雄市有一個問題存在 高雄市民非常的辛苦 特別是基本上再怎麼樣 也有數十萬的高雄市民 他其實並不認同陳其邁 或民進黨所作所為 可是我覺得國民黨在高雄市 長年下來 沒有做好自己在政治上面 應該有的責任跟義務 導致的結果是什麼 導致現在國民黨在高雄市的結果 的局面是糜爛一片的 你要靠空降的人下去拉 可是你那些基層的組織 然後你基層的市議員 都是沒有辦法 沒有那個戰力啊 國民黨市議員遊戲還最多了 一堆家族的 一堆二代的 一堆扶不起的 一堆連自己論文95%是超的 他都不知道 他找槍手來 那個槍手超的 他搞不好等被爆料那天才知道 我就覺得這種事情 不會太誇張了一點 你真的有資格當議員嗎 你真的有資格當議員嗎 我今天找個槍手 你覺得羅志祥去會被這些 高雄在地的這些 我覺得羅志祥去 有可能被他們拖累 更糟糕的狀況是什麼 是他們會誤以為自己 靠自己本事選上 2018年國民黨在高雄市 可以選這麼好 一堆我覺得沒資格當選的人 都當上議員了 他們覺得自己很厲害了 結果是嗎 是靠韓國瑜吧 結果就是你這個 跟繼續爛下去 多爛四年啊 跟該出頭的不出頭 該滾蛋的不滾蛋 繼續大家在那邊拖耗 拖著耗著 你在糟蹋羅志祥 然後羅志祥如果一旦選得好了 你就把國民黨害得更慘 我覺得這種事情不要再發生了 國民黨在高雄要做的事情是 徹底的重新的 不管想辦法 該割掉的根 該斬掉的枝就斬掉 然後好好的再重新發芽 我覺得這件事情比較重要 這第一個 第二件事情就是 高雄的狀況也確實真的 非常不適合羅志祥選 因為說剛講這個結構的狀況 還有高雄市民真的很多的意志 跟強哥的意志其實是過去的表現 也是完全相反的 我舉個最基本的 桃園市在剛剛結束的四大公投 四個都同意 四個都同意 那跟強哥一直鼓吹 四個都同意有什麼 完全一樣 但高雄是四個都不同意 而且是大大的 大大的不同意 那你們如此南原北側 你們政治光譜如此南原北側 你去搶選這個高雄幹嘛 桃園市民有這麼多人 陰陰的期盼 陰陰的期盼 他們對很多議題 公共議題的看法跟羅志祥一致 那你就應該去不要辜負他們 他們也許也不喜歡鄭文燦這樣做啊 也許也不喜歡民進黨這樣做啊 那你國民黨能不能提出一個 像樣的人來貫徹這些 這些你對公共議題的論述 萬美齡啊 怎麼了 那就是站立的問答 可以啊 不然就大家下來比啊 那如果你今天要徵召一個羅志祥 去選其中一都 我覺得桃園 遠遠勝過高雄 其實很棒的 有幾個男子 可能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